申房里这个号称史上最大的草房团被立案调查 同时引发了中国官场上的大地震 包括深圳市市长在内的 有18位厅级以上的官员在同一天下台 这个事件再次暴露出中国大陆房产价格高涨 人为炒作囤房这些严重的现象 尤其是北上广深 也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这些四大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香港化 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小民只能租房窝居 但是A股的上市公司 竟然可以手握总值超过兆元人民币的房产 这种两极化的现象 也难怪北京要震山打虎 彻查深房里 这个聚众百万人共同炒房的超级大团伙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微博账户里有超过146万粉丝的深房里 是42岁辽宁大年人李雪峰创办 原本只是个评论房市的公众号 但是在搭上了深圳房市的有利人士之后 李雪峰摇身一变 成为鼓吹炒房的深圳房地产的头号教主 只要是他介绍的深圳楼盘 都可以快速上涨 就这样的 从一个微不起眼的公众号 深房里竟然成为拥有一百四十六万粉丝的 巨大的一个自媒体巨授 累积了大量的粉丝之后 深房里开始在微信群里面 引导粉丝众筹炒房 深房里顾名思义就是深圳房产代理人的意思 深房里的操作方式 就是把一套房子拆分成股份 例如拆成十股 也就是十个人可以共同拥有一套房子 每个人十份产权的十分之一 那这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代理人 其余九个人你就跟代理人签订契约 实际上一个人名下的房产 是由十个人以私下订契约的方式共同持有 这种众筹聚众炒房的操作 甚至可以扩大到一间房产 一百个人共同持份的夸张情况 由于众筹炒房 再贵的房子都可以集纵横之力来炒 而且代理人制度又可以规避监管部门设下的 种种买房的资格限制 化解各种打炒房的法规面跟金融面的限制 直接就挑战了公权力的底线 深房里上面 不时可以看到个人炒房致富的神话故事 就鼓吹民众以每年一万两千九百八十块人民币加入会员 取得众筹炒房的资格 据说深房里聚众炒房 把深圳房价一步步推高的同时 引起一再糟告 住房不炒的北京中南海的震怒 就下令彻查了 罕见的包括人民银行 住建部 还有公安局在内的七个部门 宣布了联合彻查 同时有18个厅级以上的官员 包括深圳市的市长 中级法院院长 跟检察院的检察长 这些人在内都在同一天下台 其实大陆炒房的严重程度 何止深房里这个 号称史上最大的炒房团而已呢 根据Win的资料 2020年A股上市公司 总共持有房产总值高达1.33兆人民币 如果以一套房子平均100万人民币来计算 代表A股的上市公司 总共持有133万套房产的惊人数字 2009年A股的上市公司 持有房产1683亿人民币 10年增加了6.9倍 中国房产的存量到底有多夸张呢 大陆房仲业者练家董事长佐辉 先前就估算 中国房产在2017年就已经达到了200兆人民币的总值了 但是2018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估算就更惊人了 全中国的房产总值达到65兆美金 相当于450兆人民币 超过2018年当时美国房产总值的30兆 欧盟的20兆跟日本的10兆美金 到底全中国的房产总值是多少 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数字 但是各方的估算大致上介于200兆到450兆人民币 那我们取其中对折来计算 至少也有300兆人民币 大陆去年GDP达到了101兆人民币 是史上第一次越过百兆大关 如果全中国的房市的总值达到300兆 那也就是GDP的三倍之多 这个惊人的房产市值绑架了将近14亿的中国人 北上广深房价朝向香港化 目前深圳的平均房价每平米已经超过了9万人民币 上海的房价每平米是66000多人民币 北京的平均房价每平米是64000多人民币 广州的平均房价也达到了42000多人民币 如果换算台币台平大概是乘上14.2的概念 也就是深圳的平均房价已经超过了126万台币了 最低的广州每一平也达到了60万台币 大陆主要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 那长期持续上涨的情况之下 难怪上市公司要加入草房的行列 甚至近半数的上市科技公司都涉及到房产 最有名的例子就像中兴通讯 有20亿人民币的房产投资 华大基因以健康小镇的名义跑马圈地 那这些消息都是不一而足了 经营情况不佳的A股上市公司 也爆出本业亏损靠卖房自救的奇特情况 例如说卖车的海马汽车 卖车不赚钱 面临年年亏损下市的风险 最后靠卖房401套房产来自救 草房一起来嘛 巨大的居民财富投入在房产的中国线下 到底要如何能解 但答案没有人知道啊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哦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Today的官方帐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哦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keToday的理财分类准时上线 AA 啊 恐怕 BGM HMR